走路和长寿 最少走五次 当然 用多少时间走多少路 那还得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身体好的可以多走一些 身体差的也可以少走一些 只要每天都走走 对身体一定有好处 一位医生调查了两组老人 一组是每天走一个小时 一组是每天很少走路 后来他发现 每天走路的人长寿 得心脏病的少 一个记者访问了一位95岁的老人 他问老人 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老人笑着说 我哪有什么秘诀 人们常说 生命在于运动 年轻人要运动 老人更要常运动 记者又问他 您喜欢什么运动 老人说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走路 每天最少走一个小时的路 早上起床以后 就到公园里去走一走 要走得全身都热了 但是不要热得全身出汗 走完了一小时的路 才回家吃饭 看书看报看电视 老人觉得每天走路 又简单 又简单又方便 如果有可能再去爬爬山 那就更好了 记者想 走路可能就是这位老人的长寿秘诀吧 奥林匹克运动的故书 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 你想变得健康吗 你就跑步吧 你想变得聪明吗 你就跑步吧 你想变得漂亮吗 你就跑步吧 对老年人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你想健康吗 你就走路吧 你想长寿吗 你就走路吧 别人 都是 最Blanc 可充 我们 感谢观看